家裡有孩子的爸爸媽媽呢 要特別注意這些食物 因為這些呢 都有可能是影響孩子專注力 過度刺激大腦的食物 大家好 我是小童 家裡的小孩是不是總是 沒辦法專注一件事情 又或者是沒辦法 好好坐在椅子上 一定會跑來跑去 完全沒辦法 從事靜態的活動 那也許呢 是犯了這三大的飲食禁忌 家裡有孩子的爸爸媽媽呢 要特別注意這些食物 因為這些呢 都有可能是影響孩子專注力 過度刺激大腦的食物 所以第一個呢 就是要減少食用精緻澱粉 像是含糖飲料 糖果 麵包 普斯等 那多選擇富裕素特水化物 像是地瓜 燕麥 蔬菜和水果 和較多的 維生素礦物質和扇子纖維 那第二個呢 就是要盡量避免富含色素 和食品添加物的食物 像是糖果甜點 果醬 跟碳酸飲料等 那第三個呢 就是不喝含咖啡因的 茶 咖啡或巧克力 其中的糖呢 會導致血糖起伏大 而咖啡因 則是會導致孩子出現過冬的症狀 那第三個呢